有了 好 我再也玩我整班 好了 好 妳們怎麼整班 製作單位那個搶牆通告 被扣一下 妳就我哪裡舔得不好 可是妳覺得要哪裡不對 妳就直接講 還是我應該舔什麼的一方 大家好 我是楊芳 歡迎收看 我們今天要特別請教觀眾朋友 妳有沒有口臭的問題 可能很多人會覺得說 這個一早醒來的時候 確實我的嘴巴裡面的味道 不是那麼樣的好聞 是不是刷了牙 就會沒事了 錯 其實口臭是一種疾病 那反映著妳的身體 其實出現狀況 今天我們要請專家好朋友 來幫助我們 如何來徹底解決 好 馬上我們歡迎是我們中醫師 王大人 中醫師 歡迎王醫師 好 好 旁邊這一位呢 特別要介紹一下 口氣清新的大美女恰恰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恰 我剛剛就說口氣清不清新 美女是不是就一定口氣清新 可能要請王醫師 建定說得知道吧 好 不過我們先來看一下 口臭和病理性的口臭 是不是大概會有這些狀況呢 通常這種口臭的問題 大概主要有六種 比較典型的味道 那第一種是爛蘋果的香臭味 對 那它其實就是 像是一些第一型糖尿病患者 或者是忘記注射胰島素的人 那它會有一點糖尿病引起的銅酸中毒 那它會有丙銅的香臭味 所以就會有一點爛蘋果的臭味 所以帶有一點點香 帶它是帶有香臭味 還有香臭味 對 因為是腐爛的蘋果的味道 所以又香又臭的感覺 水果味的概念 對 這一定要看醫生 那第二種是阿摩尼亞味 那通常出現的是洗腎患者 或者是你有腎衰竭 慢性的腎病的一些疾病患者 那因為腎臟出了問題 所以它的尿素 這些代謝的肺物 其實沒有辦法排掉 所以一直累積之後 你就覺得口腔裡面會有一種尿燒味 那第三種是排泄物的臭味 那主要出現的是乾衰竭的一些患者 剛剛我們是解毒的一些工廠 所以當解毒的問題出現 我們血胺一直在血液裡面 所以會出現一種排泄物的臭 帶著那種甜甜的味道 那第四種是熱色的腐爛味 最常出現是在蛀牙的 或者是肺部疾病的患者身上 那蛀牙就像是我們常見是 蛀牙以外還有牙周病嘛 所以牙周病都會有一種 因為硫化物的味道 蛋白質 肉類那些腐化之後 都會有那種硫 就是像蚊泉的那種臭味 所以蛀牙最常見是這個味道 牙鐵石那種 也會 也會 對 那肺部的疾病一樣 就像是你有肺濃陽 除了這種垃圾的腐爛味以外 還會有一種酸酸的味道 或者是鼻豆鹽的那種魚腥味 那 悶味 是不是有種悶味對不對 對 悶魚的那種發酵味 對 我聞過這種味道 對 是魚腥的味道 有人感冒 有可能就有一股那種味道 所以也因為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鼻腔常常 如果有那種鼻豆鹽的問題 常常會聞到這種魚腥味 那第六種就是臭酸味 那臭酸味像是 胃食道膩有是最緊急的問題了 對 因為消化的食物 就加上酸 能夠混在一起 又酸又臭的感覺 我分享一個案例 就是我門診有一個患者 一個女生30歲 牙齦其實常常會不舒服 牙齒會不舒服 所以她先去求診牙醫 可是檢查之後發現 其實都沒有問題 所以她就轉的 就到中醫診所來看 她就發 問診之後就發現說 這個人他的口氣其實還蠻重的 而且就是剛剛說那種 胃酸那種臭酸的味道 是哪一種 這個臭酸的味道 而且她的上廁所頻率 大概是15天到20天 才會上一次廁所 這個非常的恐怖 所以當她在講話的時候 即使戴了口罩 都還是有那種 食味跟臭酸味的 就是腐絲腐爛味 戴著口罩也聞得到 也會聞得到 那真的是蠻臭的 口罩有兩個縫 有時候我想說那個 有時候那以前進 她口罩疊在這裡 她那個縫了 是充這個臭氣熏天 我有唱過這樣子的人 她要伴隨一些 胃食道逆流的問題 所以當下我們就是 用了一些治療 胃部 胃部的疾病的 一些藥物去處理 那過了幾天之後 她的這個口腔的異味 就消失了 所以口臭的問題 不是只有火氣大而已 她還有一些像是 脹腑 或者是其他疾病問題 所產生的 那我再舉例來講 像有一些乳癌的患者 它可能會出現的是一種 醃蘿蔔的那種發酵的味道 或者是說 有一些是大腸癌的患者 它會有一種洋蔥的那種 腐爛的那種臭味 所以光是這個病理性 就有這麼多的一個味道 對啊 臭鬆複雜的這個味道 對啊 剛剛強強你好像 醫師在講的時候 你有稍微硬答了一下 你有聞過幾個味道 我有一個男朋友 他就說他是 嘴巴牙齒不好 所以他 但是他每次只要講話 我說我乳癌骨就像尿味 而且他是那種 很刺鼻的尿味 那我有一個朋友 他本身的心力就不是太好 那他 但是他本身心心 他不是一個很好的人 那他一直講話就是 我就覺得老天給他懲罰 他講話也是不好聽 不好聽就算了 他這個人做事也不是很好 想完會害人就對了 那因此 你就嘴巴臭是老天的嘴巴 我就不講 他有那個嘴巴 老天的女生 不止嘴巴臭 他的腳也很髒 就那個腳 那個就黑黑的 然後我想說 應該是有那個問題 去導致那個嘴臭 因為他那個嘴臭是 好像是有內而外 就是跟他講話 他這種深處的那種臭味 然後尤其是 很長一段時間 就一直來都有 都有這個狀態 那就是我不跟他講 那他繼續感染別人 那個是很糟糕的一個人 又貪得無厭的人 我跟你講 所以他是一定 應該會有這個問題 我覺得是 因為我也不會覺得意外 所以我覺得那個我也救不了他 我不是醫生 我還每天把他 像他一樣 每天聞那個六個味道 像是你去那種去那種夜店 跟人家 有些男生就想要來撩你 然後他嘴巴裡面又超臭 因為喝完 喝完酒就會很臭 然後你又 然後那個人就是 那個夜店開的包廂 最大的那個 那個人 有沒有什麼好意思跟他講說 你嘴巴很臭 你又遠一點 我那嘴巴被他轟出去了 我還要 還要坐旁邊 他講話的時候 我要這樣別一下 用耳朵在聽他講話 這是我的妙計 如果一個人 嘴巴很臭的時候 你用耳朵去接他的話 感覺他很專注聽他的話 這樣就好了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方式 那男朋友的話 就跟你講就不要 不要親他 不要怎麼樣 我跟你講我那個嘴巴 他的嘴巴開始有發臭味之後 剛才你想辦法去解決 你的嘴臭 我就直接跟他講 你的嘴臭問題 他就說他是牙 那個牙齒不好 所以我就不管他 那為什麼有些人 不知道自己嘴巴臭咧 對 好了 好了 你問什麼嘴巴 製作單位那個 強強通告被扣一下 你覺得我哪裡 你覺得你覺得我哪裡不對 你就直接講 還有你要撿什麼的一發 鼻子啊 它其實偵測到的一些氣味 是需要用氣體分子去偵測的 才會感受得到 但我們嘴巴吃東西之後 其實那些 口氣比較重的食物 它是變成是液體的方式 融在我們的口水裡面 所以進而就是 我們不會去偵測到這些東西 而且鼻腔裡面的 結構性的關係 鼻後這個軟餓 是跟我們的口腔 是有一個阻隔的關係 所以其實也不會聞得到這些味道 那我們自己怎麼檢測 就是 才知道說我有沒有口臭 有沒有比較容易的方法呢 其實像最簡單的方式就是 你去舔一下自己的手 手腕 這個可以 這個可以 這個方式可以 想講這樣的姿勢 我跟你講我不怕 我跟你講我覺得我一定沒口臭 對 不然我兩個男朋友都很愛親 我跟你說 他們嘴巴超臭的 我跟你講這是為什麼 一個男朋友追我跑的原因 我嘴巴要怎麼樣 他們都想要聞 他們變態一堆 沒有 你是清清小公主啊 而且我的口紅還是會有香味的那種 清清小公主 所以她剛剛這樣的示範是對的嗎 就 王醫師你不要害羞 真的嗎 你覺得你覺得要哪裡不對 你就直接講 王醫師說不下去了 你覺得要啦 沒有啦 wyst